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楊哲瑞 我們今天來到了2024年的長路馬拉松 我身後呢 就是中通府了 現在超早的耶 昨天晚上 應該不能說昨天晚上 是幾個小時之前 我們還在走中獎典禮的會場 我回到家 大概用完東西綁完肌貼 準備好今天比賽的東西已經12點半了 然後我們今天集合時間是4點到這裡 所以我總共今天只睡了兩個半小時 但非常開心 昨天晚上我們頻道努力的七年 終於獲得了運動健身獎 這個我覺得非常困難獲得的獎項 尤其我們對手那麼堅強 好 這些都不是重點 今天要來參加長路馬拉松的半程距離 那今天我的目標呢 可能因為畢竟下禮拜就紐約馬了 所以也不會跑到太快 去拚自己的最佳成績 但我希望可以用我的紐約馬的目標配速 然後大概稍微降一點點的時間 來做今天的起跑 畢竟今天是10月26號 但27號 但前幾天其實變超冷 這兩天變超級熱 所以我的降溫頭戴 原本已經收到我的倉庫 你現在把它搬出來用 今天的目標 前面5到10公里 我可能會稍微保守一點 跑大約4分45 後半可能後10公里可以更快的話 我會加到大概4分20左右的目標配速 好啦 那我們就準備熱身動一動 準備出發了 還沒記錄 今天用的是哪一雙鞋來跑 好 我今天用的是 我的腳上這雙 Mizuno的 還不能透露型號 Mizuno 算了還先不能透露型號 但這雙跑鞋呢 會是我這次在紐約馬拉松 所穿著實用的跑鞋 OK 我們熱身一下 準備出發 YO 我們要往起點前進了 現在長榮半馬 已經在3分鐘之後準備開跑 剛剛是全馬的賽事 已經出發 好 那我身後呢 還有蔡哥 YEAH 還有久違的凱教練 有沒有什麼目標今天 我還在走 不要停了 又跑了 跑完了 不要用走的 因為我們已經 我們有一陣子 沒有睡覺了 睡覺也是 然後沒練跑步也是 大家都太忙了 出國太多 課太多 課太多 他出國比我還多 是嗎 他去美國一堆 哇 太讚了 現在比較愛 比較常練衝浪 然後花很多時間 但我上禮拜有練間歇 不知道有沒有幫助 誒 對對對 上禮拜間歇蠻快的 我記得跑1分50每圈 對對對 哇 已經5點26分啦 太晚來排隊了 我們已經花了一分鐘 還沒有經過起跑點 可能 預估2分30秒 可以通過 想辦法往前幾點 開始了 5點27分 給我猜對了 OK 準備 出發 謝謝 終於可以開跑了 昨天沒有睡飽的尖叫聲 開跑之後 經過圓環 現在在 中正經驗堂的外圍 我們在這邊要繞行中正經驗堂一圈 但因為我們剛出發比較晚的關係 所以前面這個路段有點塞車啊 沒關係 我們慢慢按照我們的配速計畫 稍微往前擠一點 大校門到了 第一公里 5分30秒 花了5分半 現在只要找一些小路 想辦法 逃錯這個人潮 太多人了 看起來我們前面已經追到了 下一台列車 2個小時 20分 過了 貌自行的中正經驗堂另外一側 準備回到圓環 大概快2公里 這邊才開始 路是稍微開闊一點 長路碼可以考慮 以後可能要分區起跑了 依照你的參考成績 加油 好 不然 起跑的時候卡太久了 出發的時間 跑出人圈也要時間 這邊要特別小心跑的路上 會有超多貓眼石 而且是每一道都有 所以這邊很常 會有人在前面的跌倒 因為人多 又貓眼石 OK 繞一圈了 回到圓環 警服們 剛剛的起跑點 就在那邊 接下來 我們要往仁愛路前進 然後要上高架橋 一直在折來折去啊 今天的路線跑起來 可能會超過里程不早 因為為了散人 一直跑來跑道的最內側最外側 現在這邊是仁愛路 大約是2.8公里 現在均速才有辦法跑到 大概4分半左右 是要 因為下一半有緣馬 所以稍微模擬一下 比較跑配速 除了這個之外 昨天 晚上走通講到12點多 根本沒有睡 只有兩個小時 所以今天的心率可能會比平常更高一點 目前3公里 就已經 平均心跳168 睡眠太少真的不行 前方100公尺水站 需要喝水降溫 太熱啦 10K靠左 10K靠左 總突然就到了 水站 21K選馬靠右 切掛 好軌 抱歉 我直接不小心 把這個水 것도練加油 謝謝 都練加油 左轉要上這個高架 這邊就跟城市路跑路有一點點像 這邊21K要靠右 10K要靠左 準備上橋了 這邊是半馬兩小時列車 所以應該是因為這樣人很多 想辦法跑離開這個人群 過二類車總是比較多人 接下來要上橋 新升高架考驗開始 繼續努力 上坡走出來稍微拉開一點距離 第四公里4分45秒 剛剛有個小上坡 稍微delay了一下 但好消息 跑到高架橋後 人潮稍微有散開一點 比較好跑一點 前面追到1小時50分列車 今天的目標 調整一下 希望可以在終點前 把所有列車都追到 這樣我可以在100分內完成 目前5K 大約還有16公里 橋上這邊 150列車要塞車啦 現在的心率 稍微要高一點 大概175 因為一直在閃人追人的關係 速度其實有點忽快忽慢 接下來 人稍微上一點 然後下坡 往民嘴路 推出就可以稍微 調穩一點點 讓我的心率可以下降 176有點高啊 還以為是水站到了 結果是對面的水站 可惡 口渴了 口渴了 可能是7公里才有 加油 現在大概過了30分鐘 到這邊也是一個分流點 剛剛跑太快的這些人 超速的 開始償還你的債務 但記得配穩一點 前面沒辦法 第7公里 4分26 我們後面剛剛經過的是 全馬330的配速列車 所以前半段其實是半馬跟全馬 只有這一點點時間 還是有點結果會卡在一起 但這個路 有三線到以後 就算要好一點 接下來準備一下 我們贏水的路 往內湖方向前進 加油 往內湖 到對岸 回到大紫橋 Let's go 喝水喝水 好的 喝水 這邊 感覺 好像是應該設置在左邊比較好 因為我們等一下是要往右邊下 左邊感覺不會塞車 但放在右邊就是會有 要下去的人 跟要拿水的人擠在一起 可惜 圓山飯店 廁所 加油加油 7公里了 目前完成了1 3分 加油 這邊也是要非常小心的一段 賽道縮減 從三道變成一道 而且是全馬半馬匯集 這邊要特別小心 目前里程8.5 加油 現在時間大約40分鐘 我要來吃第一條果膠 加油 上比賽 預計跑 100分 上下 所以總共吃兩條 加油 40 80 最後到終點 OK 繼續努力了 常常馬的補給站 幾乎全半層 都是水 超半層 都是熱料 中間有一些香蕉 餅乾 小補給品 OK 9.6K 可惡啊 昨天睡太少了 今天11.5公里 輕率已經來到了180次 有點高 所以我把均速燒下降一點 前面剛搭在塔 4分20 現在要降到4分45 稍微讓心率緩和一下 不然睡眠不足 還有10K 可能會跑不完 適當的踩煞車 前面10K完成 4分 46分 所以如果完成的話 大約 100噴上下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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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出發 太熱了 13公里了 目前1小時 最後8K 這邊要上橋 準備彎回去對岸遮反 心率還是有點高 180 4分半 跟大家分享給我的策略 到後面 跳一下一份 8公里 我先催眠自己 8公里 乘5分數 最多40分 快一點 35分 快一點 就快到了 最後一段了 這個時候心率會好夠一點 會覺得 40分鐘慢跑 輕鬆啊 比較跑了 沒錯 加油 這邊是上有賣帥 爆心跳啦 紅區出現 185 可惡 撞到不好就是這樣 調強一點 調強一點 好喘 我們要跑去對岸 回大直橋 好 搶到啦 最後一條果膠 15公里 4分49秒 69分 剩下 最後的6公里 最多30分鐘 99分完賽 加油 催眠自己 快到了 下坡 可以的 下橋這一段 有一個U-turn 最重要回轉到對象 這邊就是要稍微減速 調整一下動作 不要受傷比較重要 折返了 繼續努力 賽道中間耶 失誤招力 誰的鞋子掉了 誰的鞋子掉 太熱啦 前面即將要 進合體 目前里程 17.73 去年終點 大約在這個位置 今年好像換地方了 所以應該是 要往內繞進去 20.76 還有一段 500公尺 加油 21K 97分 最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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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快抵達終點 快到了 快到終點了 加油 98分 98分22秒 好 耶 我的半馬完賽了 長榮馬拉松半馬 我覺得今年真的是 往年可能是最熱的一屆 今天的濕度超高 然後後半段 大概過了15公里後 太陽開始出來 六點半 太陽就開始 很熱情的招呼大家 真的是不太好跑 那我今天每個水戰 幾乎都喝兩杯水 我的補給策略呢 大約是8公里 15公里 各吃一條果膠 到後面受不了 也加喝了運動飲料 因為真的是太熱 感覺跑到後面 流太多汗 一到終點 那個運動飲料 我直接整罐殺掉 600CC 不開玩笑 馬上吸收光 太難跑了 當然我覺得有一部分 是因為我前幾天 睡太少了 然後昨天晚上只睡兩個小時 所以今天整體的心率一直偏高 所以我到後面 只能不斷的降速 然後讓我維持在 心率可以控制在180以下 175到180之間 用這樣的方式來跑 不然可能後段 會跑不回來 那我的賽事前段 其實目標設定 是希望可以跑在大概95分 所以我前半段大概用4分半左右來跑 但前面因為要閃人 然後還要追速度 所以有點忽快忽慢 其實有點爆炸 最後的後半段呢 我就大概用4分40跑完 因為我覺得腳踝 開始有點不舒服的感覺出現 最重要的是我下禮拜 就要起乘 去紐約馬阿松了 所以相隔7天後 要再跑一場全馬 今天就覺得 對自己稍微好一點 如果腳有點狀況 就稍微這樣 所以我今天最終的完賽成績 98分23秒 均速呢 是4分37秒 我覺得以這樣的狀態 來備戰下個禮拜的紐約馬的話 可能可以用大約大約 三小時半以內的配數來完成 有五座橋這麼困難的紐約馬拉松 好啦 那以上就是這次的長老馬拉松 我必須講 這次長老馬拉松 整個路線規劃 最後的終點引導 真的都非常完美 小小美中不足的 剛好坐在旁邊有一個跑友 他其實有點不舒服 然後 他一開始看起來很暈眩 所以我就先給他一條果膠 稍微血糖感覺恢復之後 他有跟我說 他還是很不舒服 脖子感覺可能有點扭到 需要我摻扶他去醫護室 所以我就跑了兩邊 結果兩邊醫護室都跟我推託說 就是對面比較近 那邊比較近 後來我只好把他摻扶到 那個醫護室 就到醫護室之後 量了血壓超低 但是 我不知道 就是醫護人員也沒有想要 讓他坐在那邊休息 就說那你去對面那邊 陰涼處稍微坐著一下 可是我覺得這個你不負責任 如果他對面昏倒 算誰的 所以我就覺得 這是一個小小美中不足的地方 但我覺得醫護人員可能很辛苦 人力不足 但這些跑者 可能他們就真的快昏倒在那了 這個是很緊急需要救援的地方 希望大家可以更多關注在這一塊 如果真的醫療人員不足 這場馬拉松上萬人耶 資源多下一點錢給這個團隊好不好 好啦 這個多說了多說了 我是你的家長隊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 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記得幫我們訂閱起來 下支影片見 掰掰 web 下支影片 是 感谢观看